請問一下怎麼看校長張祥今晚的對話 你覺得他會否回應到私生的問題或疑慮 其實我自己覺得張祥教授今晚的表現 是未去到可以釋除私生的疑慮 但我覺得今晚的論壇至少是一個機會 給張祥教授了解私生的疑慮 但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失望的地方 自從星期五到現在過了這麼多天的時候 在星期五我們也表達了很多意見的時候 我想張祥教授今天也未展示出 他可以有很了解 或者對於學生或私生的想法有更加進一步了解 我覺得是今晚失望的地方 你覺得校長有甚麼地方會更加好 其實校長在他最後總結的時候也有提過 他會做反省 也會在未來的時間更加嘗試了解同學的想法 我希望他可以日後在這裡做到 因為我想這一個也是同學和私生校友 對他今晚最重要的其中兩個承諾 你覺得哪方面反映到校長會有解的行為 以及就著之前警察入到香港大學校園 以及7月3號的文章 其實你們會否以校長的回答 即就原諒 其實我想最反映到校長未充分了解同學的想法 尤其是的地方就是 例如今日有同學問到 如果同學參與示威的時候 被警察追到回來的校園的時候 究竟校方會不會被警察進入校園呢 這個其實明顯看得到張祥教授迴避問題 也反映得出張祥教授未太了解同學的疑慮 以至到他想到方法或者有一個立場 去怎樣釋除我們的疑慮 這一個也是我會說比較失望的地方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甚麼行動 或者再邀請校長再對話 我們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大學事務委員會 在過了今晚的論壇之後 也會再商討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跟進行動 但我相信我們應該會有跟進的行動 也希望大家緊貼著我們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大學事務委員會的消息 你認為大學生會不會理解 什麼學生會評議會大學生會 什麼會示範你 為什麼你不太高興 你認為這會是一個主意的談論嗎 我認為這談論是有意義的 和有意義的發展 在香港學院的發展 但我認為 教授未遇到兩位主意的主意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他的重点 他的所谓的状态 对他执行的状态 他执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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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 他执行的状态 他执行的状态 也许是一种状态 他执行的状态 他执行的状态 我认为这座调节 这种状态跟的意思 我认为这位创作的创作 但我认为这些状态 只是一种状态 我们这种状态 你會呼籲特首林鄭月娥的校友和林鄭月娥 其實我相信在現在反送中抗爭入面 香港市民的五大訴求已經是原則性的訴求 所以我會呼籲港大校友林鄭月娥 站出來回應市民的訴求 而不是單純地尋求對話去進行任何的 我會說公關的手腕 而是真真正正地回應我們香港市民原則性的訴求 謝謝 辛苦大家